各位 聽我說一句話好不好 歡迎來到亞美講不停 今天這一集我的來賓是我的好朋友 超久超久的 好久沒見 他是屋頂 自己要不要自己鼓掌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乾天乾媽所有的音效要自己做 講到屋頂是因為我們在得獎的事以前有共識過 就是以前有在TVBS晚上11點的時候 由黃國仁跟小鬼這兩位主持人的一個節目裡面 我們是在裡面是來賓 我們從那個時候認識到現在應該有十年了吧 應該超過了 那我現在生小孩應該也上國中了吧 還沒上國中了嗎 沒上國中吧 小學四年級 差不多啦 左右時間 所以你就看有多長這段時間 那也因為呢 屋頂除了本身很會聊很愛聊之外 他也很喜歡泰國旅遊 那因為我最近都在拍泰國旅遊影片啊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些共同的話題 不然我們其實很少在講話 一年我們大概就是約個兩次 覺得說好像那個扣打要用一用 然後就趕快約一約大碰 然後聊一聊 稍微聊一下泰國的東西 喔好好好結束了 掰掰 我也沒有啦 不是啦 然後他自己本身呢 也很喜歡做一些珠珠 可是那個珠珠是粉金 嗯 水晶跟玉類的東西 玉類的東西 而且他是屬於一個非常的 吹毛求失跟龜毛的人 因為他連那個珠珠有點小瑕疵 他就不用 他就不要 什麼都不要 他就是很求精緻的那一類的啦 那講了那麼多呢 我們屋頂是什麼星座啊 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會這樣喔 會 我覺得那個就是本人機車啦 跟星座沒有關係 哈哈哈哈哈哈 認同 我們不要什麼都怪要那個星座身上 什麼都怪要星座 對對對 好啦 那因為我們這個本人很機車的人呢 聽說你有去過很多國家有哪些 因為工作的關係對不對 我工作的關係的話都是跑亞洲比較多 對 然後像日本 然後新加坡馬來西亞 那中國的一些城市 是 就這樣到處跑 對 那如果不是以工作的地方 地方 地方的話 如果單純旅遊的話 我去過 我最遠只去到美國啦 嗯 對 就是去紐約 然後 日本東京也有過自助旅行 然後八天一個人 哇賽 失戀你喔那時候 沒有 那一次是 那一次的狀況是因為我 其實那一年我記得我還是上班族 然後我一路工作到 我的工作一路排到小年夜 然後當我確定我小年夜那天 後來臨時工作取消 然後說我禮拜天 小年夜可以出發 然後我在前兩天 我就打給我那個 我們公司配合的旅行社 我就說 幫我訂一個機票 預算是多少多少錢 他說你要去哪裡 我說哪裡不重要 幫我訂好就好 他說 那就訂個東京好了 我說好 然後我訂完之後 才開始找旅館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 因為之前 出差的關係 常常飛東京 然後 然後 所以熟悉度是有的啦 對就是大概知道哪些去 要幹嘛 然後可是 覺得生活上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完全沒有 我那一次是幾乎沒有做功課 我就是 趁好像小年夜前一天 書店打烊之前買了一本 日本旅遊書 隨便買 我就飛了 所以你根本不是目的地是哪裡 是完全想要出去 如果今天他給你一張泰國的 你就去泰國 對他今天如果去 有啦他如果今天給我一張歐洲 我可能不會去歐洲 因為歐洲消費比較高 小年夜出發 你真的也很猛耶 沒辦法 小年夜出發 其實旅客也算多了吧 可是當地 我那個時候是十幾年前 所以當地的旅客不多 就是日本人 本身就是一般的正常上班人 所以沒有什麼差別 那後來幾年出國 我還有一次也是 好像是大年初二非泰國吧 非曼谷 對那一次就是有一點嚇到 大年初二出去到泰國 應該沒什麼人耶 因為大家是不是都放假了 沒有因為都是觀光客 我說泰國的人耶 泰國當地 泰國當地不怪 一樣啊他們也是過中國新年 對中國新年也是有放長假嗎 真的放假其實是潑水節 喔比較空城的感覺 對農曆年有一點像是他們 像聖誕節一樣做活動 會有很多的促銷 很多的 可是他們其他的部分 我覺得都還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這些前面幾位啊 朋友在聊什麼潑水節 那天都淺了啦 我們在 他在潑水的時候 我們可能還在天上飛 真的找爸爸 對潑水節 我們當年 我記得我有一年去潑水節 最精彩的是 那一年其實是在遊行示威 喔我知道 有一年然後 紅山巨那一類的 對對對 所以那一年就是大家 所有的人都超緊張 然後我們所有人躺在旅館說 什麼 在抗議喔太好了 我們可以不用飛嗎 可以飛機不起降嗎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多留兩天之外 好像還沒有什麼警遊警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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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有留有警告 沒有留有警告 那玩的還愉快嗎 超愉快 怎麼說 就是有 都沒人 不會人還是很多 可是我覺得是 不曉得那個時候是因為我們 剛剛開始去 那時候我大概是第 那是我第一次去潑水節 可是我已經去過泰國一段時間 然後那一次就是 大家都喝得很瘋 那一次我們最精彩的經驗就是 從桃園機場 就是過了海關之後 就沒有清醒過 我抖喔 欸你知道以前那個荷蘭航空啊 他那個酒是會一直給 一直給一直給 對就是你跟他講說 海泥根欸 他就說給我一個Vaga Coke 他就直接到裡面 叫海泥喔 就倒 整杯倒嘛 謝謝 我記得海泥根也是罐裝 然後喝完就給你 喝完就給你 紅酒也是一直到 而且有的喝完他還會這樣子 就是問你說 還要加嗎 對啊 就還要加嗎 很棒欸 因為有的還要叫古屋林 叫他過來加 可是那個荷蘭航空都幫你加滿 對荷航是那個 其實荷航 有做到荷航就是 比較是我們那個時候有搭過的 就是類似紅眼班機 一到都是 都是半夜出發 然後清晨到 然後以前我們一開始很愛搭這個飛機 後來發現那個飛機很恐怖 就是我們到了曼谷之後啊 沒有地方可以去 就直接到旅館check-in啦 可是還不能check-in啊 因為常常說到那都才七八點 你根本沒辦法check-in啊 有早班的吧 沒有嗎 晚上的 如果你晚上到你就浪費一天 那你就第一天晚上 我們通常都會住在那個 機場附近田園的飯店 我後來搭荷航都是 所以我後來去沙美島就是搭荷航 就是我一大早到 可是我千里條條再拉去帕塔亞 然後到沙美島剛好check-in 喔剛好欸 就是你必須要有一個 你要花一點車程的時間的地點 然後你搭那個荷蘭航空就會比較划算這樣 那其他的一般 就是所謂的我們叫正價的航空公司 你就可以挑選你覺得適合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會大概 因為從出關到曼谷的旅館 大概都需要一個半小時 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會往前推 就是大概11點左右landing的飛機 我們會怎樣推 而且你知道 像我之前有要飛那個什麼蘇眉島 然後我覺得最累的人 就像你剛說的紅眼班機 搭完了之後 我要一直撐到他隔天最早那一班飛機 因為要在裡面 他是國內線的 喔 很累 很累啊 真的很累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為什麼要那麼累 然後再加上我曾經有飛那個蘇眉島在飛馬爾地夫 等一下喔 那我就是先 如果今天 那是剛好我人在曼谷 可是如果是從台灣要先飛到曼谷 然後我要在曼谷的機場裡面待大概 六個小時還七個小時 之後他最早一班再飛馬爾地夫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子宮都軟了 就是 我2007年我去紐約的時候 也是這樣飛 因為一般我們從台灣飛紐約 應該會在東 如果不是直飛的話 應該會在東京或者是在首爾轉機 結果那一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所有的 往北轉機的通通都沒有機位了 所以我們是搭太行 這麼滿 我們搭太行 從台北飛到曼谷 在曼谷轉機飛紐約 所以我整整在機場加飛機上待了24個小時 就是 我下午六點鐘進機場 台灣的機場 然後我隔天早上六點出紐約機場 我整整24個小時 一天的時間浪費在搭乘交通工具上 對啊 所以有些人他會比較去算 比如說早出晚回 晚出早回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早去晚回 早上到剛好是當地也可以check in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回來的時候 是剛好check out完之後 還可以玩一下 然後再搭回來 因為check out之後的那個 因為現在其實你搭飛機之前 都要提到兩個小時到機場 那你從曼谷市區到機場 又要大概最多一個小時 對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你就要抓三個小時 那你check out之後 我還會大概習慣留兩三個小時 是臨時想到有什麼人的伴手裡面有買 要趕快進去 趕快去補東西 對 然後或者是再玩個半天 然後晚上 我曾經有搭過半夜一點的 以前那個什麼鳥行的那一類的 然後就是半夜一點的 然後再來一個什麼太行 太行有來一個三點的 三點就是從曼谷飛回那個台灣的台北的 我真的搭完回來 我真的我都長胡渣了 真的啊 然後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不要這樣 我要寧願我要多花一點錢 因為真的累到整個我 真的好像感覺我就是已經很衰老 然後長胡渣 早上的時候 而且我覺得我不太喜歡的是 因為其實泰國的氣溫比較高 然後我是很愛流汗的人 如果你讓我很長的時間 就是check out之後到上飛機 我還有很長的時間在外面的話 一直在流汗 我覺得我流汗我想洗澡 我記得你有一次你有去洗澡 不是那種洗澡 我跟大家講一下 是有一次你好像有去健身還是怎麼樣 然後你有去健身房先洗澡 然後再回來 是你嗎 不是我 因為我好像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想說 欸 離我現在搭飛機還有時間 他就去附近的類似健身房那一類的 然後去見完身 然後順便洗澡 然後洗完澡 然後慢慢坐飛機回來 哈哈哈 因為他的理由就跟你一樣就是說 他只要一check out出來他就流汗了 對啊 其實很難過耶 可是他就會去找那一種 好像是便宜的旅店 只要600塊還是多少那一種 開終點房休息一下啦 對 然後他說他會先去逛一下 然後有流汗 流汗完之完 他就先去洗香香然後再上飛機 我覺得也是蠻有禮貌的一個乘客 哈哈哈 好啦那回歸你剛剛跟我講說 大年初二發 你去泰國發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沒有就是我在我在曼谷 我從下飛機開始啊 我基本上就是沒有聽到英文跟泰文 都是普通話 廣東話 日語 跟韓文 你確定你好嗎 我完全不覺得我自己人在曼谷 然後買所有東西 你去逛街 吃飯 夜店 就是全部 都是亞洲其他各地的 那你確定你是在曼谷 我如果不是 因為我真的有 就是有時差跟早前的時候 一直聽到那個散話題 我真的會覺得我真的不是在曼谷 為什麼 他們就說其實 那幾年大家很流行 不在自己的國家過年 對 大家喜歡就是到處飛 對 然後曼谷是一個 相對那個時候相對其實消費是低的 然後 所以大家都往那邊擠 大家都往那邊擠啊 所以你剛剛聽到那些什麼廣東話啊 什麼都是泰國人講的 沒有啊就香港的旅客啊 日本旅客 韓國旅客 我還想說現在泰國人也會講廣東話也蠻厲害的 沒有沒有 可是有以前 聽說以前日本客人最多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有日文街跟所有的店 很多店員其實都會基本的日文 會基本的 對 有的現在也會講一些中文啦 我知道清邁會 因為我在清邁的 因為他接近太北雲南那邊 因為有一些華人在那邊 對但是我去清邁我記得我前年 對前年去清邁的時候 我們就在路邊就點餐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匕首話講嘛 因為不會泰文 對對對 然後那你英文也不見得 路邊他也不太分 你有比過最誇張的匕首話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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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誇張啊 我都這樣子 This What Thank you 就是賓哥Order What 就用手指點 靠靠 Oh Chicken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啊 因為 等一下 因為這邊可能只是聽聲音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靠是什麼意思 靠他是講說牛 牛他就把兩隻手指放在頭上面說 靠靠靠 那如果要雞的話 Chicken就把兩隻手放在邊邊 肥 肢膀 因為我不能吃牛肉 所以問的時候都會這樣子 This Thi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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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到時候 我們其實每一集後面都會有一些個 泰文小教學 太好了 那我再教大家就是 牛怎麼講 鞭怎麼講 然後還有什麼不要的 我覺得這蠻好玩 然後呢 你去過清麥 因為我今天看到你帶的那個包包蠻特別 你要不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要形容一下 它其實就是一個帆布包 然後這個是我在清麥的文創市集買的 然後是一個店長是 店主是一個小女生 然後它的那個背包 背帶是我請我媽幫我車 因為背帶已經壞了 背帶已經被我背蠻 所以背帶是新的喔 對對對 就袋子本來是新的 你媽好有材喔 其實你搭配的吧 對 它本來是一個就是跟原本的布料一樣 那這個它就是仿那個 它其實用反骨的 這個牌子很有名啊 它是不是叫做24還是42Nara 我應該是24Nara 24Nara 因為它還蠻有名的 它還有做很多帽子 然後它的帽子都會做用人形 對對對 然後它的這個設計師 它最厲害的都是用那個線 針線的線去縫成一個圖案 各式各樣的圖案 比如說有人形啦 有花的啊 有幾何的啊 各式各樣的 它就是很多都是那種世界名畫 像這個是泛谷的畫 它就把它車程 用線條好簡單的這樣子勾出來 如果想要看到更清楚的照片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YouTube看一下啦 就是這個 那這個你用多久很久了 就是從前年飛回來之後 就是一直用 所以它已經有點 就舊舊的 然後有點快要爛掉 可是 就很有感覺啦 因為它就是有點像那個 復古的那種感覺 又手做了會有那種溫度這樣 那你今天還有帶一些什麼東西 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是這個 蜂蜜 皇家蜂蜜 對然後它很方便 因為台灣一般賣的蜂蜜是比較大罐的 然後 然後像我上班族的朋友都很喜歡叫我幫忙買這個 去掃這個 對 然後它是在7-11也是可以買得到 都買得到 然後 它也很瘋狂這個 就是因為像我媽後來 而且它的包裝就是 它的就像我剛才講說 蜂蜜的包裝 它用的像洗面爐一樣 很好擠啊 你也不怕它沾到手 然後擠出來的量也剛剛好 對 就是你很好控制 所以這個是我後來去泰國一定會買的 一定會買的 還可以用嗎 多久了 現在來吃一下 哈哈哈哈 很像開箱文有沒有 對對對 然後就像洗面爐 感覺好像牙膏一樣 可以啦 我們等一下我們就繼續錄 然後如果沒有昏倒應該就是沒問題 或是過敏對不對 我等一下看你的眼睛腫起來 嘴巴會腫起來這樣子 對 這個是蠻好用的 因為有的人他會把它當成蜂蜜水 倒在水裡面變蜂蜜水 然後有的人會放在吐司上面這樣吃 蜜糖吐司這樣吃 還不錯 是蠻可以買的伴手禮 不過唯一缺點就是它是液體的很重 對啊 就像你剛剛說的 如果你要上飛機前去補貨 這個很危險喔 因為你超過100ml 你不能上飛機 這個啊 這個通常是在我一下飛機 第一次去7-11的時候 就會掃這個 我會掃這個 然後還有燕窩 就是一開罐的燕窩 跟酒 酒我也會啦 Samsung Singha 不是Singha Singha是啤酒 它有一個烈酒 Tatong 什麼的 對對對它有兩個 一個是Tatong 一個是Samsung吧 我們顧客 你找一下 對 那你剛剛說你一下飛機就去買 你飯店都是有一間嗎 我飯店 我通常不喜歡換飯店 那OK啦 因為像有的人他會兩天換一間 兩天換一間 那這個你第一天就買了那麼多的伴手禮 然後你要再換飯店 那個真的很重 而且很不好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整理 我出去玩 除非換城市 不然我是不喜歡換旅館的人 嗯 你算一間到底 對因為我一旦換旅館 就你知道我這種機車的人 我就是會自己有買很多東西 然後又要整理很多東西 然後還有很多 什麼刮鬍子的啊 刷牙膏什麼之類的 我要通通攤開 所以如果我要換旅館的話 我就要先把旅館帶收起來 對啊 然後我這樣就是半天沒有 那你覺得 寸土寸金 每一分鐘都是錢 我花了這麼多錢 時間就是光陰 光陰事件啊 我的意思是說 那你是不是一個人旅遊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你的旅伴想要換房間 或是你的旅伴想要買很多東西或什麼的 我 因為我有一個來賓 他喜歡一天換一間房間 你會生氣嗎 我會生氣 我就不會跟他一起住 那就是 你還是住原本那一間 然後他自己去換 對 可是他就是要跟你一起 你才可以share 防備啊 找別人嗎 哈哈哈哈 對啦 所以這個就是出發之前要討論好的 不然到時候這個換了 這個不換了又要吵架 真的是很麻煩 對啊 對啊 那個酒我們有發生過笑話 就是 因為泰國賣酒是 下午5點以後 對 然後到晚上12點 他們就只有 他們是有酒 酒淨 酒淨的 然後那一次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記得我們check-in完 大概是2點多 所以我們就要立刻去按摩 那本來想說 按摩的時候我們就要買酒 結果忘記有那個酒淨 然後去那個7車都縮起來 對 所以我們想說那我們就先去按好了 結果我們按完 那我們就是我們三個朋友 然後所以我們分成兩間店去 不然同一間店師傅不夠 對 我們就分成兩間 然後我們按完之後 我跟另外一個朋友 我們在回去的路上 經過的每一間7-11 我們要的那瓶酒都被買光了 已經有人燒了 超生氣 我回去旅館的時候 我一打開門我就罵髒話 我說亞美 媽媽 我跟你講 有人 桌上就是那些酒 誰買的 我朋友 他已經 他比我倒半個小時 按完 他把附近所有的酒就已經全部都買好了 是這一瓶酒 你說剛剛那個威士忌是不是 對對對 有這麼好喝 那你們純喝嗎 因為它很便宜啦 然後它大瓶的才兩百多塊 三百多塊 那會純喝還是加什麼 我都會加蘇打水 對 泰國有一種玻璃瓶裝的蘇打水 對對對 然後那個真的還滿 超便宜 那氣泡水超刺口 我每次一喝我都覺得我的口腔好像在爆炸 可是很好喝啊 我們很喜歡調酒的時候真的很讚 那你下次有沒有加過它的那個檸檬的蘇打水 還沒 下次試試看還不錯 因為它是甜甜的 然後也可以很適合加在威士忌裡面 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的爸爸都是這樣討的 喔 喜歡這樣討 他喜歡喝滴滴然後有點酒味 滴滴酒味這樣子 好啦 那再來你還有帶什麼東西 我 然後我另外一個 這個必買的 這個也是對 這個香皂它其實是一般在泰國小時候啦 泰國人小時候就已經有的一個非常古老的品牌 對 它包裝有各式各樣的顏色 對 有粉紅色啊 紫色啊 綠色啊 藍色啊 然後每個黃色都有 然後每個顏色都有它專屬的味道 對 然後價錢很便宜 很便宜 然後這個我都把它放在衣櫃裡面當方向機 我也是 對然後就是差不多 可是它這一款啊 可是我覺得它洗很快 就 我以為是我面積比較大的東西 沒有 它真的洗很快 它真的洗很快 我覺得是 我剛剛就是想說 因為我就是本人 它很快就消滅掉 面積比較大 它面積真的 它真的洗很快 可是一般的肥皂 其實像台灣因為比較 那個浴室比較潮濕 所以你放久了 它有時候邊邊都會糊糊軟軟的 這個真的不會 它可以洗到像紙一樣薄 還是依舊很乾乾的樣子 對 而且它去年我有 欸不是去年 2019 欸不是對 真的去年 2020年的時候我人還在泰國 然後它這一個的時候 它有出一款涼感的 蛤 就是洗得超涼 它這邊有口味啦 對 它每一個都有口味 這是花啊 這是花香的 哪一個不是花 各位 哪一個不是花 還有妳跟我解釋嗎 之類的 然後它還有出一款 那個 你知道就是在緬甸人 在寮國吧 還是緬甸 然後它們也一樣 就是潑水節的時候 或是天氣比較熱的 那種 那種木材 蛤 它也有出那個口味 下次 下次再去買 謝謝洋美町 它現在會送給我 好 很重欸 我跟你講人生 在買伴手禮 最不要的東西 就是第一 就是液體狀的 然後第二就是肥皂 第三就是那個香氛 香氛真的很 很重 而且它很容易碎 然後你就要想說怎麼包呢 什麼之類的 我香氛都只敢手提 不行 100ml不行啊 對 所以你要包得好好 因為我在機場買 我都會在機場買 就已經check in之後了 對對對 那機場買有比較便宜 因為它很貴喔 哈哈哈哈 喂 可是有聽說 泰國的書啊 在賣那個揪馬龍 比較便宜 你有聽說過這件事嗎 沒有欸 我聽說好像有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我在 因為我通常買香水就是 我的這些東西 都會在台灣出境的時候 就在機場就都買完 然後就已經就很重了 對 我就不會再去看 就是行李就只有這些空間跟重量 我就不會再花力氣去看 我沒有辦法買 可是我不喜歡進機場之後再買東西 因為我覺得好重 還有就是我很怕我忘記 所以我都會帶 像你一樣出國前我們就先買 那我每次包的話 都一樣就是一個瓶子 都會用一件衣服去捲它 然後捲它分別弄好這樣子 然後連酒我也是有時候會買 比如說泰國的紅酒我也是會買 有的泰國紅酒還蠻好喝的 我也是會買 可是頂多就只能帶兩支回來這樣子 頂多啦一千莫不是嗎 我遲疑的原因是因為有一次啊 我們就有多帶了一瓶還是兩瓶 結果有被操到嗎 沒有被操到 好我們就想說那如果被操怎麼辦 我就說我就現場採管給海關看 就是直接吹皮 直接吹給你看 吹完然後你還要像倒桿有沒有 倒桿就是直接乾的 然後這麼殺 真的 真的你很容易被激勻嗎其實 因為重點是我們後來發現 為什麼我在泰國都很多很荒謬的言行 就是因為我基本上 我們以前有最瘋的一次是巴巴風災那一次 然後飛機delay 也是去泰國 也是去泰國 然後飛機delay 然後我們 可是我們完全 我們只記 我們有關心颱風消息 但我們只關心能不能夠起降 然後因為到那天 我們好像是晚班的飛機 我覺得每個愛出國人都是瘋子 對然後 飛機都這樣這樣這樣 還在想說我可不可以出去 沒有 我們路路上就是你不能飛我們就不能飛嘛 結果那好像是 我們記得好像是晚上的飛機 然後到了中午左右還說可以飛 我們就非常高興的 拉著行李 去唱KTV 然後 我們就 在KTV裡面就喝醉 然後算了時間差不多 我們就要 正要離開的時候 發現到說啊 飛機停飛 我們就太生氣 就續唱四小時 怒唱 怒唱 然後唱完之後我們就是 所有的人都醉醺醺醺的回到家之後 又收到通知說 可以飛喔 明天中午飛 然後我們說的又是宿醉 可是那個時候已經是早上了耶 已經是早上 等於是當天的中午就可以飛了 幾個小時可以飛了 所以我們說的又是宿醉 然後拉著行李 然後再上飛機 然後我真的喝掛的人 他就過了呢 我們也有朋友是這樣啦 就是 就是喝掛就沒上飛機這樣子 嗯 哇賽 怎麼那麼嗨好瘋喔 就是 對我是瘋的 他真的蠻瘋的 而且你一定要找個 志同道合的朋友啦 所以我其實覺得我是好旅辦 就是 只是不愛換飯店 對我只有不愛換飯店這件事情 比較 所以你都OK 所以今天如果要跟你出去的話 我們就同一間飯店 然後一直住住住到底 然後 你到去哪裡都可以這樣子 去逛哪裡啊 或去玩什麼你都可以 對我為什麼不愛 如 現在你去曼谷 你只要我去逛什麼蛇圓跟鱷魚園 那個就不會 那個也不會啦 對啊 然後 那小鳥店呢 不一 哈哈哈哈 還 嗯 質疑了一下 好啦繼續介紹你的東西 還有什麼 然後 這兩個就是 應該是大家一定都會買的 BITTON 對 這個BITTON彩色館 它有很多彩色 也是五顏六色的 然後它是在7-11也蠻常看到的 對因為後面就是薄荷精油 所以你如果被蚊子咬 就可以直接拿來抹一抹 或者是你坐車 就是那個 暈車 對然後 欸為什麼我聽到說暈車 然後它卻拿來擦肚子跟胃 我不知道 我也聽過這個說法 但我不懂 對我也不懂 然後可是即使我沒有辦法get 可是我還是照做 有可能 因為我本人不暈車啦 那我有時候會覺得 就是有點想要 吐的感覺 我就會擦一下 我用不太暈車 好然後這一個是 也是BITTON 對 它的造型比較特別 對 因為它的造型是屬於 我剛剛介紹的那一個BITTON 它是塑膠管 然後它外面有五顏六色的顏色 那現在那個WOODY拿第二個是 它是什麼 什麼材質 銅 錫好像是 然後它可是它外觀就是 有做一些雕刻啊 看起來蠻復古蠻當作的 好啦我們可以猜看看啦 因為它也 多久了啊 現在聞會不會自喜 我沒有幫你買保險欸 沒關係啦 它很像中藥藥草的味道 其實大多 喔 剛剛WOODY拿的第一個 它是薄荷棒 薄荷棒 就是聽我們的名字 它就是有一點點涼涼的 然後薄荷味道 沒有就是綠油精的感覺 對 白花油綠油精的感覺 可是它剛剛後面拿的這一罐 就是它因為有那個外包裝 它是有雕花的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泰文字 然後那個孔也比較大啊 就有點像我們胡椒粉的感覺 有沒有這樣這樣這樣 這個的話它的味道就比較中藥性 對像中藥藥 然後這個他們就有說 就是泰國的那個草本 他們就講泰國草本 然後鼻孔 那我曾經也有買過一個是 它是直接一個一罐的罐子 透明的 然後裡面有一些網紗 然後有一些泰國草本 濕濕的 濕濕的 然後放在這裡面 然後它就用一個網紗蓋住 所以我每次打開 我就是朝著那個瓶子 聞就好通喔 然後聽說應該也是放什麼 丁香那一類的 對 這個我還蠻 我覺得因為我瓶子很可愛 你是因為瓶子很可愛才買 一開始試 然後還覺得實在太好了 而且我現在聞它 我覺得它沒有很通耶 是不是應該 我覺得它不是真的會 像那種鼻孔那種直接刺激 它就是一個藥草味 它聞的會很舒服 會嗎還好吧 我覺得啦 你喜歡藥草味道 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對 然後 其實我有一個 有幾個東西是已經沒有 我自己還擦過觀音膏 什麼是觀音膏喔 就是美白藥膏 擦哪裡 擦皮膚 因為那個 我可以擦那一頭嗎 我就不知道 沒有 沒有在擠手這件事 漂白 然後呢 那有真的變白嗎 其實那個是一個感人的小故事 就是 我那個 我那一次第一次去清邁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的身體狀況其實很不好 所以我身上有很多乾癇 就是很嚴重 又發作 然後我們去腳底按摩的時候 我就特別有跟那個按摩的阿姨說 你不用緊張 我這個不是傳染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 他說 喔 應該很不舒服吧 我說有一點 所以阿姨要幫你舒服一下嗎 就是用很簡單的英文講 然後阿姨就按完之後 他就說 那我要付一下 他說沒關係你等一下 他就通通通通跑去隔壁的藥店 然後 跑回來就送我觀音膏 他說擦這個會去吧 你相信他 那個是買得到的阿 就是後來 不是不是 那你就不怕你擦了會更嚴重嗎 你一開始拿到 那是愛 那你到底有沒有擦嗎 有阿 那你擦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很怕 沒有阿 就很相信他 那你有多給小肺嗎 有 沒有 你沒給小肺 我有給正常的小肺 但是沒有多給小肺 他想說 蛤 賭錯人了 可是我後來在清邁的那三天 我都有去找他 那很好啦 連續來三天 阿姨沒有覺得你想幹嘛嗎 阿姨應該沒有誤會我 OK好 我想說我只不過送他一關 觀音膏 可是因為我後來發現 因為他們 清邁好像200 就是如果腳體好像200塊 差不多有150 200塊都有 對 然後那個觀音膏一瓶就幾十塊 對 對啊 你每次的小肺都給多少 我通常在泰國給小肺的話 沒有 我就以這個阿姨好了 這個阿姨我給到50% 我給100 如果他沒有給你觀音膏的話 也不是要觀音膏啦 就是 我通常給的話 就跟美國他們的邏輯一樣 大概是給10到20% 就是20或30 不可能30 20、40 因為都是一張紙鈔紙鈔的 對 因為在泰國這邊呢 他其實給的小費 最好都是要給紙鈔 因為你給零錢的話 是有點像是烏魯啊 或者是看低人家的那一種 所以為什麼你很多人跟你講說 你去泰國旅遊要多換一點20塊的紙鈔喔 那20塊兩張就40嘛 那再來的話接下來進階就是50 或是60 就看三張阿 三張跟這樣 所以就是有時候你自己要拿捏一點 比如說你要像跟外國人一樣 就是兩張40塊 對 那如果說你真的像按得很舒服 或有送你觀音膏的話 你就可以給個50或100 會給到100其實已經算很不錯很厲害的囉 因為我就是不想讓他賠錢啊 可是我有遇過 給 我有遇過我有朋友 他說 我不能對他們太好 他們不能被觀光客養壞 不行就給20 而且一個按摩好像才250塊 然後他就是給20 但我有聽過這個說法就是 其實他們說 泰國本身是沒有小費這個邏輯的 小費這個邏輯好像是我們 就是一開始是歐美觀光客開始的 是 所以 曼谷很多服務業都會習慣給小費 可是一般你如果離開這種城 就觀光客比較多的城市 其實他們的服務業沒有另外給小費 按摩是都要的嗎 是嗎 我不知道耶 按摩應該是都要吧 因為他們的那個好像底薪很低 然後他那個又按摩大概只有200塊 或是150塊 或是250這樣子 那有時候我會看我這一個按摩的 墊 如果他是比較貴的那一種 我就會給他高一點 因為他那個必須要做的 比較 台語說比較交文耶 就是 比較平均要做的比較 服務都要很平均落到 因為我們不只是按摩 我們可能還有去角質 還有泡澡什麼都要 然後還要端茶進來給你 那個服務我就會給他 可能就給他高一點 那再來的話一般的那個按摩的話 我是也是50到100 我會看他按得好不好 因為有的真的 就是會拿一根那個木頭搓你的那個穴道有沒有 他沒有很認真在搓 他根本就是跟我的食指在交扣 跟我的腳拇指在交扣而已 都這樣隨便摸個兩下摸個兩下 我有遇過就是 然後這個我就是 我就頂多20 這個我就20 我有遇過按摩師在聊天 有啊就是會啊會聊啊 而且聊聊聊就是 聊到忘我 好像就是沒有在認真按摩 這個我就不會了 而且在一個撇步啦 就是聽說 只要按摩店 像我們 我之前有去過什麼DJ Station DJ Station隔壁那邊 好多一排一排按摩店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 為了等我一個gay friend 就是他去那個去酒吧裡面玩 我不想進去 為什麼第一 人太多 第二我是已經 他們已經現在裡面玩 是我現在去附近逛 我來這邊跟他會合 然後我看到門口都是人 我想說算了 然後他們電話又一直打不通 我就直接傳簡訊說 我在你們玩完了 因為快結束 我說你們結束後出來 我直接在按摩店等你 我就去按摩 然後就按按按 有的 然後人家跟我說 像這類的按摩店 越晚喔 越晚的時候 他們越沒有力道了 真的是一定的啦 對所以可能你在 你自屬於一個很重力道的人 不重技巧 只重力道的人 可能就是要早一點去 那如果像一般其實 會按得到那個什麼穴道啊 那個其實我都覺得很ok 就是要找 我覺得按摩通常 不是要找要試 就像你 我覺得你 你真的像飯店住的習慣 你就是會一次住到底 然後按摩阿姨ok 你就是一直都找那個 你真的滿死忠的 而且我其實我再講一個 我在曼谷 我去曼谷這麼多次啊 我基本上我在曼谷 這十幾次我大概都住同一間飯店 我只有換過兩三間 可是我基本上都在住同一間 為什麼 你習慣了是不是 習慣了 而且我住的那一間是 service apartment 然後它很大 然後大概是 我從它一千多塊住到現在三千多塊 就是物價上漲我也沒有辦法 我一開始我十幾年前去的時候 路邊攤一碗麵 十塊十五塊 現在四十五 對啊 那一間是service apartment 所以一個晚上 我們以前是一千八嘛 然後它可以住到四個人 它是三房兩廳 然後還有就是廚具 就是一個家庭的代理 一個家 對 所以它的客廳飯廳都超大 那你家應該是行政套房了耶 它就是 他們這種分類叫做service apartment 酒店式公寓 對嘛 然後行政套房就是比較高級的 然後我們那個是比較 算是比較平價 然後它為什麼要做這麼大的呢 就是因為啊 泰國的夜店大概都兩點打了 所以 我們怎麼可能喝得夠 所以就有個party 我們一定要有after party 就是大家還要繼續喝 那像我剛剛講的 通常我們去的時候 一開始去都是在 可是因為我去大概都是 我一開始去都是特殊假日啦 什麼聖誕節啊 跨年啊 就是人多啦 那一定就會遇到朋友 或者是認識的朋友 然後就啾啾 喝完大家就喝不過 那去哪裡 我說我們房間繼續喝 可是你這樣吵你的附近 房客不會煩嗎 還是你們靜悄悄的 我沒有啊 我沒有被投訴過 喔 那好像也不錯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耶 所以就是說 你的預算 你不要講預算 因為你那個還滿 CP值滿高的 然後又那麼 地點又那麼大 它是在哪裡啊 它其實就在 在那個 就在那個 其龍西洋 阿蘇 沙 沙拉丹那邊 沙拉丹那邊 沙拉丹那附近也滿多夜店的啦 對 所以也很近 什麼西龍然後跟那個沙拉丹那邊 對 然後它就是其實離西龍的那個區域也很近 對啊 然後所以我也很習慣住在那邊 我之前有 住過 那 那 可是我覺得 那裡就是離逛街 離什麼都太遠 除非我要真的 就是搭地鐵 可是 很熱 我覺得我走到地鐵站 我覺得衣服又全濕 然後就會生氣 然後就要花六百塊去那個什麼便宜的旅館再洗一次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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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今天講那麼多 而且幾乎我給你們的訪綱也沒什麼在聊嘛 對 我昨天晚上認真寫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有多認真寫 他真的很認真寫 我的訪綱其實都會跟各位來賓 我都會出一樣的 因為我是希望他們可以有一些底子啦 那不過呢 是因為 是因為齁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照著仿綱走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真的太熟了 然後我們隨便一聊就會聊到別的地方去 就像在 真的我們在喝咖啡就是類似這樣在聊天 我們吃飯也是這樣在聊天 所以變成我都沒有照那個仿綱上面走啦 那不過好 現在既然仿綱都寫了 我們不聊白不了 就是我想要聊一下說 你呢 如果要推薦你的 你去泰國 你都會去逛哪一些的景點 還有就是哪一些地方 比如說購物啊按摩啊或什麼的 我如果是曼谷的話 我一定會去的是四面佛 我一定會去上香 對 然後水門市場 然後 然後 也是屬於逛街的齁 我按摩的話 就是 有一個產SPA 跟 就是路邊我就隨便找 因為我覺得其實 曼谷市區的按摩 我試過幾次 我覺得大家的水準其實不會落差太大 那 我有泰國朋友跟我講說 其實有一些比較好的店 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 就像台灣在地的店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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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會在路邊找 他們就說那就會比較貴 可是我覺得 OK 我覺得按得還不錯 所以 路邊比較貴 路邊比較便宜 沒有 要那種小巷子裡面 台灣比較便宜 他說一般在大馬路邊 因為我們找的都是大馬路上的 他說那個都會比較貴 就是我們眼睛看得到的 商業區的 小巷子你不怕人家帶你去 做別的服務喔 你也OK 我是一個勇於嘗試跟冒險的人 謝謝大家 這個精神非常的好 就是要帶他這個精神 要到處去旅遊 遇到什麼困難都不會怕的 應該是這樣講 對 而且我還有換錢在金子 就泰國的金子店裡面 有換錢 你嚇我一跳欸 我說你用錢去換金子 沒有沒有 那你的卵巢在哪裡 黃金的 賣黃金的店 超妙的 在金馬店換錢 對對對 有啊有啊 可是一般大家 匯率有比較好嗎 好很多 比那個Super Rich好 好很多 比如比如 我不記得 但我記得他大概比 牌告價大概可以多1% 那是合法的嗎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因為金馬店OK啦 對因為他是一個 那個那家店超妙 是那一次我們會換錢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 我去四面佛拜拜的時候 就是買了太多貢品 導致我身上沒有陷進 真的是很豐盛欸你 因為就是當年許願 確實就是四面佛很幫忙 所以我後來去 我去曼谷就一定會去還院 是這樣 然後我花完了 然後我就還 那我上次只剩美金 我說好吧我要換錢 就那附近 剛好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個幾間 換匯的店都沒有開 然後我們就看到附近有一個 也是換 就是也是那種換匯店 可是不是一般我們常看到那種 銀行的 或是Super Rich 然後他門口就有牌架 我們就看一下說 欸這個價錢還不錯 就比一般的牌架好 然後我們就在門口要換錢 他們就說 裡面就把我們帶到裡面去 就坐在一堆黃金首飾裡面去 他們就換錢 對 這樣子 那個地點在哪裡 也就在四面佛附近 然後就是在我面疆這樣點 點完錢之後 一般不就是立刻會給你就是太豬嗎 沒有 他們就把那個錢點完之後 你就交給下一個人 下一個人就再點點完之後拿了錢就走進去 換 走進去店裡面的深處 你不怕拿了就沒 然後我就一直看 對看想說 怎麼辦怎麼辦 他就拿了這筆錢 他跑了我就完蛋了 你就是說表情就類似這樣子 沒有 那時候一定要面穩一下 還要裝正經 不能慌 不能讓他知道你害怕 他走進去之後你就要看他影 對 你不能慌 還要裝優雅 但其實信仰 信仰 信仰是這樣講 因為你慌 他也會覺得說 幹這是假超 他們也在想說 後來 我聽他們兩個人在講話 他們好像是講 潮州話 對 這個潮州話 在泰國來說 叫 就是潮州話 那因為這個有一個華人 就是有遷徙過來 到泰國這邊身居 就是在這邊居住了 也落地生根了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現在有時候聽泰文 會有幾句很像台語 就是外來語 那就是潮州話這樣來 比如說 123456 9好了 GO 就唸9 很像 所以就GO 所以我看我在曼谷 大概就是 對啊 水門跟 水門跟 以前還會去逛 那個 爬碰的夜市 哦 早期的 可是老人家 現在已經沒有 你放心 我們聽眾跟觀眾 有贏這一輩的 那我就愛心 哈哈哈哈 哪一輩 就是即將更年期 即將這一輩的 這一輩的 畢竟他就是很早 我剛剛已經也說過 他在玩潑水節的時候 我還在天上飛 我應該是2003年 開始去曼谷的 然後我玩潑水節 那個應該是 1990年那個前 而且最近也因為疫情關係 沒辦法飛出去 那我就常常在po一些 什麼照片啊 影片然後他有時候就會 傳訊給我說 幹真的好久沒去 好想去 可以講髒話這個 這個podcast可以講 如果podcast可以講 可是我youtube會 逼 哈哈哈哈 早說可以罵髒話 我就講的沒有那麼憋屈了 幾位來賓我都已經整個 放開了 放開了 那既然這樣的話 如果可以再飛的話 你還會選擇泰國嗎 還是別的國家 呃 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說如果要飛 我第一個飛 可能還要飛到廣州去一趟 工作的關係 因為廣州有一個 中國 廣州是中國的四大浴室 就是他有賣很多水晶跟浴的這樣 然後廣州也廣州一定要去 可是我跟我的朋友們 我們是已經約好了 就是下一個度假的 就是可以飛之後 第一個度假點是清邁 就是清邁加曼古 先清邁再曼古 對 因為我們後來 就是清邁進 然後曼古回 曼古出 對對對 因為我們發現現在啊 嗯 這樣講可能有一點那個 可是我們覺得曼古這幾年 就我們玩了這十幾年啊 我覺得曼古的服務品質 跟人的個性 有變得比較 事快一點 不好 就是 以叫車來講 因為泰國都是用Grab嘛 嗯 那在清邁啊 大家他們司機就會很認真的 找到你的點 嗯 然後我們在曼古 常常就是 Grab叫不到車 在曼古市中心 嗯 不然就是 就是明明就是已經說 比如說他好不容易交到車等十分鐘 然後他突然又說他取消 嗯 司機取消 或者說他來了之後就跟你講說 他要用寒假的 他不要用App 嗯 這裡有很多 就很多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其實在這個Grab之前 這個已經是這幾年的事情 在之前的曼古啊 就是 計程車就是 BiMeter他們不在 嗯 就是 可是你不會一直試嗎 我都會試到有願意在的耶 我 所以為什麼我們去住 也住在那個 就是住在 Gradan那邊 因為我們的夜店 晚上夜生活都在那附近 喝完我們就可以直接走回去 沿走就可以 就到了 就到旅館 就是我們不要 如果我們去RCA玩 那你回去你就一定得叫計程車 然後 你叫車就是被他們載啊 他們說怎樣就是怎樣 因為我們自己有回不去 然後我們語言又沒有那麼好 晚上又沒有捷運可以搭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所以我住的地方 都是以我的夜生活為 最後的目標 咚咚咚咚 因為你的出沒的時間 就是在那個地方 因為白天真的還好解決 白天不管是嘟嘟 嘟嘟也很少做 嘟嘟也很少做 對 大概就是 白天幾乎都是摩托計程車 或者是那個BTS 對 就是有車 公共技術工具可以搭 可是你晚上一定就是計程車 或者是GRAP 然後曼谷 在這邊我也想講一下說 你剛剛講那個GRAP的那個 車為什麼常常取消 或市中心叫不到車的原因 是因為曼谷很常塞車 他沒辦法讓你具體知道 我多久會到 他怕你等不了 然後 再加上他只要一進到市中心的話 就一定會塞車打街 尤其是 像我們 其實在台灣也一樣 下雨天一定叫不到車 那是喔 那在曼谷一樣 就是我們大概是從2點到3點以後 就是已經開始要塞了 對 所以因為我如果在泰國的話 我幾乎在3點以後 我不搭轎車 然後再來的話 8點以後可以叫 然後再來白天的話 中午放飯前也可以叫 就是你要算一下時間 因為要長期住在那邊你才知道 可是你是旅客 對啊 我不需要 我沒辦法按照他們的行程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按了長取消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搞不懂 就是 他們搞不懂說 你要去的地方在哪裡 他沒有把握或是幹嘛 因為我曾經叫過一台車 你知道我就是 也是路邊攔 那我就攔了之後 我就說 我要去往哪裡 他說 蛤 我剛從那邊來的耶 欸 對啊 可是 這種狀況 就是同樣是叫Grab 輕賣的Grab 不會做這種事啊 對 我自己也要講就是說 可能就是他的路 比較沒有那麼的複雜 沒有到曼谷那麼容易打結 然後第二是人文 人文也比較樸素一點 就比較純樸一點 然後第三是 競爭也沒有到那麼的激烈 可能吧 然後可是泰國 曼谷是因為我生意很多 我不差你一個啊 我取消我馬上 我可能3秒鐘又有一個人 5秒鐘又有一個人 那就不要開車各位 你就不要做這行生意 你要吃這行飯 你就好好給我開車 我就這麼機車的人 就是要翻成泰文是不是 對 那曾經我也有 就是對泰國司機說 不會開車就不要開車 講中文嗎 我講泰文 那時候我泰文非常爛 我才剛學一兩年 然後我就死都要講 我就說用泰文說 如果你不會開車 你就不要開車 然後我就很生氣的甩車門 哇今天講了那麼多 而且就是蠻多的就是有點離題 不過離題也蠻好玩的啦 因為重點我們還是講到就是 旅遊的經驗 那因為烏迪他自己本身旅遊間也蠻豐厚 而且蝦事也蠻多的 我相信這一集呢 就是應該聊得有點不起勁 如果以後有機會可以再邀請你來嗎 拜託一定要邀請 那我們要聊什麼 我們還有那個我在紐約 我在紐約的事情 我還要一定要講泰國嗎 我還有沙美島在沙美島大哭的故事 我聽著你要在上面大便 欸去哪裡不大 我去哪裡不大便 一定是在很瘋狂 比如說像狗一樣挖個洞 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沙美島大 喔 對 那我們下一集再聊好了 因為我這一集打算就是可能四十多分鐘 好 我怕我們講了那麼多 前面就是很high 然後後面又是大哭 這是什麼東西啊 蛤 就會覺得很奇怪 好 那今天很謝謝Woody來參加我們這一個 謝謝阿 那也希望如果各位的聽眾或是觀眾朋友們 如果有聽到 就覺得說Woody講了這故事 有觸動你的心啊 或者是你有跟我們一樣很奇葩的故事想要分享 也歡迎跟我們留言來互動一下 先不留意在這邊 我們現在有影音的 然後也有我們線上收聽都有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多多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平台出去喔 那如果想要知道呢 更多更多我們的蝦市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這個頻道喔 謝謝你 然後還沒有結束喔 待會會有我們的後面的泰文小教室 記得繼續聽喔 掰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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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dom 觀音高 Cream con im 開車 開車時發生糾紛後的吵架用語 以上的泰文你學會了嗎? 鴨妹講不停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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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